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鮑威尔发表讲话之后 《华尔街风云突变》 《原有市场为何对战争忧虑视而不见》 中国20个省一个月内 发行近万亿特殊债 《华尔街市警》 《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0日 周五 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王晓祥》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 但美联储主席鲑威尔 并非鸣派的讲话 并没有挽救今天的股市 礼拜四美股主要指数收低 市场继续关注三季度美股财报 和以黑战争的进展 来看具体收市情况 标普500指数收跌0.85% 报4278点 道指收跌0.75% 报33414点 纳指收跌0.96% 报13186点 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1.34% 报3368点 今天股市的恐慌指数 VIX波动率日内涨幅达到11% 报21.37%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到4.996% 创下多年来新高 和美联储利率前景密切相关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省升至5.2442% 创17年新高 原因是最近的经济数据加剧了外界对长期利率走高的担忧 迪元政治再次推高油价 美国WTI原油期货冲上了每桶90美元水平 波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不到百分之一 报每桶92.38美元 尽管美国同意放松 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令油价承压 但原油市场交易员更加担心中东战争可能扩大 从而扰乱全球能源市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表示 将会谨慎推进加息 但同时又指出 有证据表明目前的政策并没有太紧 看似并不禁鹰派的言论 却让市场剧烈波动 股市试图从抛售当中反弹 但最终仍然下跌 我们来看巴威尔说了哪些内容 巴威尔暗示 美联储倾向于在下次会议上 再次维持利率稳定 也就是11月加息的可能性很小 但同时他还说 如果决策者看到经济有进一步增长的迹象 这样稍后再次加息 也是可能的 巴威尔表示 近期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正在收紧金融状况 这样符合央行的意愿 美债收益率上升 可能意味着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降低 Global X投资组合策略师Michelle Clover表示 虽然巴威尔的措辞保留了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但市场反映出不再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巴威尔还认为在房地产市场方面监管机构 正在关注银行的房地产投资组合 商业地产肯定会出现亏损 但并未发现商业地产造成更大范围的问题 居家办公和利率上升都影响到房地产 巴威尔是星期四美联储发言人最先发言的 自家国联储主席古尔斯比 阿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 费城联储主席哈克 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都会发表讲话 其中美国自家国联储主席古尔斯比 他亦是2023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票位 他表示尚未看到衰退迹象 美国有望避免发生经济衰退 虽然美国就业市场增速有所放缓 但仍然强劲 经济数据方面 星期四的经济报告起优参半 美国失业救济金申请降次一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由于经济承受能力进一步恶化 美国以首楼销售降次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虽然市场担忧以下战争会扩大到产油国 近期油价飙升 但面对波动的油价 交易商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惊慌失措 油价飙升也可能会激起投资者的不安 但目前来看 全球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对战争忧虑蝕而不见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星期三原油期货飙升盘中最高的时候上涨超过3% 创下至10月7日哈马斯襲击以色列南部以来的最高交易价格 今日美国WTI油价再次冲上了90美元水平 作为全球基准的波良特原油 仍然低于9月底创下的2023年收盘高点 《华尔加日报》的报道说 有几个因素起到了抑制原油价格上涨的作用 一方面原因是 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 石油输出国组织每日大约有490万桶的剩余产能 这为原油价格提供了缓冲 从理论上来说 紧沙特阿拉伯一个国家 就可以彼補伊朗在产量上的任何缺口 据估计伊朗的产量已经回升到每日300万桶以上 出口量最近保持在每日200万桶以上 国际油价在9月下场出现了一段回落 是因为有报道说 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即将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 以及利雅德和华盛顿达成防务协议 以及沙特将会放松石油减产之后发生的 文章指出 哈马斯发动集击之后 这一切都被各自一旁 事实上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破坏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协议 是今次集击的潜在动机之一 不过作为石油市场的重要角色 沙特阿拉伯知道油价飙升可能会弄巧反绝 因为价格上涨会导致需求减少 分析师还说石油的下行空间也是有限 因为中东紧张局势只会加强油价的底线 低储备不断改善的需求前景 和有管理的供应都是支撑油价的因素 今天影响国际油价的因素又多了一个 委内瑞拉政府及其反对派派系达成协议 美国亦在星期三正式同意暂停 对委内瑞拉石油、天然气和黄金行业的一些制裁 美国财政部颁发了一份为期六个月的一般许可证 暂时授权涉及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交易 不过美国财政部表示 委内瑞拉主要债券市场的交易禁令仍然存在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讲到 10月份以来中国18个省将会发行8404亿特殊债融资债券 华音刚落 10月19日即是今天 又有江苏、吉林两地 披露了打算发行特殊债融资债券文件 目前中国已经有20个地区 披露了打算发行特殊债融资债券文件 披露金额达到9105亿元 什么是特殊债融资债券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并非好像普通债融资债券一样 用来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而是用于偿还全量债务 包括偿还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 这个也被市场普遍理解为 用于致缓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隐性债务 也被视为当前中共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手段 从目前披露发行特殊债的省份来看 云南、内蒙古、辽宁的特殊债规模突破了千亿 位居全国前三 天津也逼近千亿 暂列第四 不难发现今次特殊债明显向经济县发达的 中西部、东北地区倾斜 向债务负担较重的省份倾斜 月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 特殊债債务券化债只是短期缓解压力的办法 华尔家日报的文章指出 房地产市场泡沫、地方政府还债困难等这些因素 都会被视为一场金融危机的先兆 有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内投资者 此外中共的金融系统很大一部分都有政府做靠山 而且中共的技术官僚能够把控形势 但是报道指出 这种传统观点可能已经严重过时了 文章说金融危机的发生 是因为本地投资者的逃离而并非外资出途 中国巨额债务的源头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的道德风险案例 中国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借赌那么多钱 是因为贷款人认为中国政府会出手相救 但这种假设是建立在隐性的保证上 而并非明确的担保 这种模糊性可能会破坏稳定 研究公司《榮鼎集团》的中国市场研究总监 Logan Wright说 在投资者认为政府会支持他们的资产 却发现政府并非如此的时候 中国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生 他说随着政府的隐性支持 从外围资产当中撤出 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这种支持不再适用于小型银行 房贷和地方政府等核心资产 他表示 这就是通向危机的潜在道路 比特深国际经济研究所 中国问题专家乔习帕也说 债务规模太大 成长速度太快 中国无法像20年前那样 将不良贷款掩折起来 来看两条简讯 星期三中国大型房地产商碧桂园 一笔债券利息支付的宽限期已经到期 目前还未得到碧桂园 已经在这一日支付利息的消息 据大陆传媒说 碧桂园债券持有人正在寻求 和碧桂园高层进行紧急对话 路透社报道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债权人已经组成两个小组 在寻求和碧桂园讨论 一项可能的债务重组计划 较大的那个债权人小组 已经接近决定聘请美池投资银行 或者纽约投资银行担任其财务顾问 这群债权人持有总额大约20亿美元的碧桂园 利岸债券 其中包括国际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 星期四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表示 如果碧桂园营运前景恶化 穆迪可能进一步下调碧桂园的评级 标普全球评级发布最新报告说 在最不利的一种情况下 大陆的成头债务重组 可能对中共地方银行造成2.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冲击 大约五分之一的区域性银行资本冲足率 可能跌到监管要求的标准以下 报告说很多地方政府 用于支持陷入困境的地区银行的财政资源有限 但金融稳定对北京来说至关重要 中印政府的支持可能是最终的手段 虽然对摇摇欲罪的区域性银行的支持 可以压制系统风险 但当局不一定会针对所有陷入困境的银行 一些投资者可能要面临痛苦和损失 大陆的区域性银行主要包括 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主要在地方层面经营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